台股直播室成功每一次 非常感謝所有朋友 週一到週五 我在節目一開始先講一下 所有會員你應該已經進場了 我說一次 我早上開盤前 我幫你報告對不對 看你的PSY 照著你的PSY說 我現在不能講 但是你就看簡訊 你應該已經進場了 就照著做 回顧到我們先看台股 面對台北股市其實最主要的 剛好我的看法 看兩檔股票好不好 兩檔一檔叫看 我們不分析 一檔叫2330的 當然是台積電 另外一檔叫2303的聯電 為什麼看台積電跟聯電 兩個各有不同好不好 稍待我會針對 怎麼去觀察領先指標 那聯電最主要是 昨天董事會通過要發債 你問台積電也有 不一樣不一樣 一般公司發債券 它主要只有兩種 一種叫做公司債 舉例台積電是發公司債 就是說五年期七年期 就是一般都是銀行來認購 因為很低啦 零點六零點七 我靠零點六零點七 那台積電 那另外一種是 聯電董事會通過 董事會 不是董事會 就是董事自己這樣子 電話公共發債 它是要發可轉債 可轉債一般來講 依照過去的案例 我不講單一個股 一般你去觀察單一的案例 一個企業如果是發可轉債 可轉債 標準叫ECB E 那個E要加一個E好不好 E叫Exchange 可轉換的債券 那發可轉債記住 在消息出籠之前 一般標準 股價都會出現正向上揚 就是公告之前都會先漲 這一定是這樣 這幾十年來 公告之前都會先漲 公告之後不是會跌 而是會進入一個整理期 因為那要發債了 它會進入整理期 一段比較長 一直等到 這個正式通過了 那通過 又不一樣了 不是通過就一定漲 通過這個債券一旦通過之後 你要去觀察 它的可轉換的價格 那理論上 理論上只有兩種形態好不好 一種那個可轉換的價格 就會成為未來一到兩年的 天大壓力區 那就天大的壓力 代表這家公司的股價 再也過不了這個點了 你說什麼 你是說真的假的 當然也是真的 不敢會假的 我蕭宥銘 我發一個可轉債 我們稍後來講台股 我發一個可轉債 我這家企業我發個可轉債 轉換價假設是100對不對 轉換價是100 那股價110 那股價如果110呢 那買可轉債不全部來換股票了嗎 不是 是不是 是 那全部來在持有我可轉債的 來換了股票之後 然後它賣出是不是獲利會 我們講資本利得 是不是會大於它的每一年的利息 所以它會做賣出嘛 就形成一個賣儀啊 這是一定的道理 可是另外一種狀況就是說 這是可轉換的轉換價 如果價格大於這個轉換價10% 那就不得了了 那就不代表會跌了 那代表怎麼樣 最少會漲大概一倍 因為這個價格不可能會過嘛 如果過了代表籌碼被特定而鎖定 所以一般來講你在觀察可轉債 你要去看好不好 就是說它有沒有過這個轉換價 假設能夠過的話那就不得了了 那股價會有非常龐大的漲幅 可是相對的它風險也大 就是說這個轉換價 就會形成未來非常長一段期間的天大賣壓 所以會過來我們看台股 好 加權股價指數目前報在10614號 可不可以幫我把這裡放大 我不是要去分析指數啦 我是跟所有電腦版的成員做個報告好不好 來第一個 第一個 這裡有沒有叫05對不對 你的電腦版 一個叫05加 一個叫06 一個叫06加 為什麼有一個加 加就是早上加下午加晚上 那如果沒有加的 沒有加的就是每天早上 比方說早上一直到中午結束 就是8點45到1點45對不對 這就只有早上 然後接下來是另外一個交易日的早上 如果有加不同 有加就是我早上加上下午跟一直到凌晨 那就有一個加就這樣子 他就照著做 OK嗎 哪有可能會輸啦 一定贏了 你不用拆了 你說那國際股市該怎麼看 川普又告訴我們他知道金正恩 現在也沒有還活著還在世對不對 沒有往生但是不可以告訴大家 這個都不重要了 最主要就在於 來給我看一下 全球的商品價格對不對 對 那我的看法是這樣子 第一個 我們不要把自己當作我們是台北股市好不好 假設 各位您看這張圖 好啦 您看這張圖 好 這張圖上面分別有幾個價格 我跟各位做個說明 分別有橘子色的叫台積電 很重要 橘子色的叫台積電 黑色的加權指數 然後再來藍色的稻窮工業指數 再來紅色的日金指數 那最底下綠色的叫歐洲的德國股市 假設 假設我們是 我們是德國人好 假設我們是德國人 那我們是德國股市 那我們會看誰 我們會看全球主要商品裡面 什麼是領先指標 或者是我們今天是日股 那我們會不會去看道雄會 但是要不要看家選 要 那要不要去看到台積電ADR台積電 也要 為什麼 因為它形成領先指標 所以台股比較難的難在於 加權指數它變成領先指標 它變成領先指標 所以各位 你說它是領先指標 是真的 各位請看這一段期間 我覺得就不用猜 這從去年的12月31號 2019年 然後開始到昨天截止 也就是說 我們把台北股市跟全球主要地區 你如果要什麼我沒看到上陣 對啊 加權黑色的 紅色的日金 藍色的道雄 綠色的德國 橘子色的台積電嘛 對不對 因為我沒有看到上陣 因為上陣是空頭就不用看了 來看 上陣 上陣就標準空頭 上陣是空頭 對呀 你就看報價就知道了 2815 上陣指數只要上不了2864 它就是空頭 那如果說你比較追求謹慎的 當然你可以利用 利用其他的技術分析的方式 來做評價 舉例 我可不可以用同時可以 所以他就不用再看 這是上陣對不對 反正他只要2864以下 你就連看都不用看他 就不需要看啊 好 來舉例 各位請看 好 這是什麼上陣 多頭空頭 就保證是空頭 為什麼我是空頭 哇 你也幫幫忙 這是不是上陣 你要這樣 這個不是放假嗎 春假 那不是爆發武漢肺炎 不是這一段 沒有對不對 就效果 然後開盤就暴漲 現在在這裡 2864在這裡 這裡是2850嘛 所以2864是不是在這裡 他只要在2864以下就叫空頭 然後量價 你自己用眼睛看 不是 你只有用看的 我就覺得 就用看的 你現在練習看著它 請問這叫多頭空頭 這不叫標準的空頭 這是多頭嗎 為什麼叫空頭 好 請問這叫交易量 你上面就不用看了 你就看下面就好了 這樣OK吧 只要看這個 你告訴我 最大交易量是不是發生在這裡 是啊 好 你就看 是不是在這裡 一 二 一在哪裡 一在這裡 二在哪裡 二在這裡 所以這個最大交易量區 教育量 這是二月 這是三月 是不是二月底到三月初這一段 是不是在這裡 請問 這裡叫高還是低 如果這裡叫低 這裡就叫高嘛 這裡叫低 這裡叫高嘛 這個高檔 這不是高檔方量 沒有 沒有 它是什麼 就連看都 所以不需要看上證了 好 所以我們來看 就剔除了 就不用看 就標準的空方 OK 好 所以我們來看 好 來 各位請看 這是從今年以來 就是2020年 一直到昨天截止 而我們把全球主要地區 放在一起 好 那麼你要很謹慎去看 很謹慎 很小心 首先 這裡叫四月十六 這這天是七月十六 前一天叫十五 後面一天叫十七對不對 所以你看這裡 十五 十六 十七 好 這三天 關鍵這天 中這天是十六 好 再來還沒講完 你再看 這天叫二月二十六 這天 這天 這天是二月二十六 這天是四月十六 這到昨天 我們看今年以來 分別排列 漲幅排列 分別是台積電 嘉全 道琼 日金 跟德國股市 這樣沒不對吧 你看完之後 你要去評估 評估什麼 好 在二月二十六號 二月二十六號 你看黑色的跟橘子色的 你就看嘉全跟台積電 台積電是不是在嘉全指數之上 是嘛 然後幾乎貼在一起 就是嘉全指數跟台積電 漲跌幅度幾乎雷同 在分別發生在二月二十六 以及四月十六 它兩個是不是連在一起 那這裡哪有連在一起 所以台積電是不是在這裡 台積在這裡 沒問題吧 你看那這樣我要看什麼 二月二十六之前 之前 今年一直到二月二十六 請問黑色的 在所有商品裡面 是不是都在最下緣 最下緣 就是台股 在今年二零二零年 開盤以來 一直到二月二十六 台北股市是全球金融商品裡面 最弱勢的 沒有錯吧 就絕對對嘛 可是從二月二十六號過後 台股變成什麼 除了台積電以外 最強的 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嘛 好 那你就靜靜的再看 你要比對 我們講過技術分析裡面 有一個叫統計比對嘛 所以你看 二月二十六跟四月十六 兩個漲跌幅是幾乎雷同 可是四月十七號過後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七過後 這一天 一直到昨天 台積電是不是 跳空大漲 絕對有 拉動什麼 拉動台北股市啊 問題是他拉不動怎麼辦 沒有啦 我沒有評估台積電會漲會跌 我說過去這個案例是 台積電領先去拉動台股嗎 這是事實嘛 那我們要觀察的是 那萬一他拉不動台北股是怎麼辦嘛 不是這樣嗎 那你要去看啊 你不能用猜的啊 對就對 錯就錯 有什麼好猜的 他會去你就給他賣嘛 要揭露 你跟他客氣什麼就空他啊怕什麼 不是 算你輸呢 輸就輸還能怎麼樣 哪有那個保證贏的 關鍵在於 你如果是個專業的操作者 你完全非常謹慎 依照你所觀察到的數據 該買你就做買進 該空你就給它放空 就是這樣 然後該怎麼做 我們進一段廣告跟各位做簡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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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赢在股市第一场 立即拨打 0800-555-808 0800-555-808 疫情期间 安分守己 按部就班 勤洗手 外出戴口罩 避免群聚感染 买便当 要微波加热 TSY祝福你 和家平安 身体健康 0800-555-808 0800-555-808 红灯 冲啊 麻烦靠边 有警察 天酸 大圣啊 千万五趟落跑啊 违规决于蓝箭逃逸 不仅危险 还要多吃一张 最重三万元的罚单 并且掉扣驾照六个月内 下回 可以这么大 万一撞伤或撞死执法人员 更会被罪重处罚十五万 并吊销驾照哦 那要来好 我看还是乖乖配合好了 违规拒解逃逸 重拔加扣照 致死伤 吊销驾照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各位会员大家好 一样好 我厉害一点 不要看了 来 来 为什么不要看这张 照着做 来各位亲爱的会员 看一秒就好 好吗 看一秒就好了 这个是手机版 这是电脑版对不对 你今天是不是又大赢 你绝对大赢啦 那不管你电脑版看你的电脑版 我给你偷看 Pick Pick 但是一秒 你自己动作要快 我不做说明 这是不是电脑 这手机 你就照着做 这样会做吗 如果没做我没办法 没说就这样子 讲完了就照着做 每一笔都会赢 怎样 我就跟你讲了每一笔都会赢 照着做 技术分析里面 有趋势指标 循环指标 同时指标 形态指标 反转指标 统计比对 也没有了啦 最多就这些啦 然后呢 每一种 每一种 没有一个是特别厉害的 你不能说 缺失指标 天下无敌 反转指标 怎么做都也不见得 每一种指标 都有它的优势 所以关键在于 举例我们讲同时指标 好我们来看同时指标 你说该怎么看 这样子看啊还能怎么看 来 各位请看 今天是4月28号 这张图是到昨天4月27号 也就是说 上个礼拜的礼拜4 4月23 礼拜5叫4月24 那昨天呢 昨天不是4月27吗 那你说那这个 昨天过去的事你在讲什么 你就知道今天怎么做啦 我静静地看着他 这是不是过去三天 三天 三天 已经发生的真实案例 已经发生了 那请问 我该怎么看 史维静不叫知心替吗 我什么叫史维静 我看历史的过程 我怎么样帮我自己找出一套 明哲保身的方式 对不对 举例我们来看 4月23号 各位请看 4月23号当天 是不是跳空开高 绝对有吗 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 这个不是跳空开高 跳到10404 然后冲到10462 然后再沙盘 对不对 这个不重要 重要在于4月23号 单一分钟爆出最大交易量 是不是在这里 这里 所以你是不是把这个点抓出来 这个叫同时指标嘛 这一分钟交易量最大 好 你帮我一条算 你两个告诉我 小民没准 这个带过这里 你怎么帮帮忙 这受不了 不是 是不是在这里啦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嘛 然后这里叫381 要破381 反弹多少 你再静静看 是不是这里 那画出一条锦线 对不对 怎么这条 那么画出锦线干什么 这里有没有往上弹 弹到哪里 不381 是不是又下来 中场是不是来到交代381 这是4月23 4月24 是不是381 下来 去回家 然后呢 还不是381 那这不是个锦线吗 那你什么时候知道 你是现在知道吗 不对 你是不是在4月23号 这一分钟 爆出来之后 你就知道啦 再来不要急哦 关键在昨天 昨天有两笔 第一笔 是在早上一开盘 9点06分 07分 对不对 可是有来了第二笔 这里 这里刚好第二笔是在我们9点半 我个人的节目结束之后 是不是在这里 第一笔 有没有 第二个大 第一个 第二个 没对不起 这个 你把它推起来 那就看这个点 511啊 所以就期待511赶快来啦 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这个点它已经形成一个潜在 隐藏的 隐藏的 这里就有非常大 它躲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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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点30分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嘛 它躲在这里啦 它躲在那里 那些还在558耶 随便你啊 我不知道啦 你要自己观察啊 那你说你今天怎么看 我怎么知道怎么看 你要自己看啊 这就不用看了 为什么 来看左侧 只要看这里 其他就不用看了 第一个 开盘量最大 对不对 然后呢 接下来的交流量 是不是递减 递减呢 它有没有 今天连续出现四根 1234加四支 关键是这四支 这四支啦 你看最大根的就可以了 OK 所以呢 翘啊 你等511了啦 就不用拆了啦 585啦 你应该在586进场的吧 没不对吧 各位 手机版的会员 今天早上 你标准 我只能讲 我不讲什么什么 你应该就在866啦 我如果在你算过了 那现在 现在 你将赢了100点了啦 910了啦 怎么会没有 照着做 好吗 就每一笔都做 做十笔 一定要赢他九笔 不然你参加 你参加 用PSR 那我也发简讯给你的 你又不照着做 那有意义 我的讲法只有一个啦 第一个 你有每一笔都做 然后呢 从你参加开始 不管你是2018年 2019年 今年2020年 是年初 2月 3月 或者是昨天参加的 来上跟下 从你 各位亲爱的会员 不管是电脑版 手机版的 从你参加的第一天开始 我不管你 我们研究报告 你就都不要丢掉 好不好 那每一笔你就对 你就对 对什么 第一个 我有没有每一笔揭露 第一个 第二个 每一笔揭露就是 不管书跟影都要做报告 这是要每一笔揭露嘛 第二个 有没有夸大不识 虚伪照假啊 有我就赔你嘛 不就这样子 那如果没有 你 这个最低标准 你最少赢205啦 这个债怎么不计喔 我不要说赢650啦 你要赢300吧 还做不贏了 你不能要求我100% 做12比赢12比 你12 13比错一比 是很正常的 这样OK不 你已经全中华民国理论上 已经没人做贏了 那你说怎么办 我只能告诉你 你要降低风险守住你的绩效 照着该做的方式去做 那个股的部分 我认为你要看看 就是说看什么 好 举例看台积电 林老师 台积电今天理论上标准吧 应该开在302才对啦 你说为什么302 因为昨天ADR涨1点 大约嘛 1.48 算它1.5个百分点好了 如果标准台北股市 它跟ADR一样 你就换算嘛 我没有分析喔 今天比较没那么强啦 我的看法就在于 你要去观察未来 未来每一天 不是去看或买卖 去看如果台积电在涨 它能不能拉动加权指数 你跟我说可以 我听你在抖蜜蜜啦 谁跟你讲可以的 你说因为台积电涨 它每一档就影响4点到5点 对不对 一档 我讲如果台积电涨2% 当天台北股市可不可以涨2% 两个百分点 如果台积电 不是台积电每一档的 影响加权指数的指数的点位啦 而是台积电的涨跌幅 能不能让加权跟台股市联动 同步联动比 如果可以 那就是标准的强烈多头 可以喔 万一台积电涨3% 台股涨1% 那代表它拉不动了 你了解吗 你要很仔细去看 你要去看 所以不是用拆的 电脑版的麻烦你就做电脑版 手机版的就做手机版 这样OK吗 你就都做 电脑版当然整体绩效会比手机版高 最少两倍以上啊 因为你时间这么长啊 你是它 这四倍的几乎是四倍的时间啊 所以整体上各位你就照着做好不好 那个股的部分我的看法 本周今天啦 今天先看这里 先看这个点啊 我认为这个点很强很强很强 你不应该在511附近把搬抗 如果今天有机会 我不知道来到接近这里 那你多方真的强好不好 不然昨天不会有这么 飘悍的一个单边走势 那么欢迎各位 如果说对我们的系统想进一步了解的 也欢迎你 可以在节目结束过后 询问我们的服务人员 节目最后祝福所有朋友 和家平安身体健康操作顺利 感谢你 谢谢 拜拜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现在上YouTube订阅运通财经台 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一击在手 走到哪 看到哪 YouTube24小时 线上直播最及时 分析时精准盘式解析 随选随看 真方便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随时随地和您online在一起 疫情期间安分守己 按部就班 勤洗手 外出戴口罩 避免群聚感染 买便当 要微波加热 PSY祝福你 和家平安 身体健康 0800 555 808 0800 555 808 那是 未经许可,不信任何地点 阿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